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贾腾幸福糖葫芦的创办人 由子玲 子玲来介绍我们专访子玲你好 你好你好 子玲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用糖葫芦来创业 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起心动念我很早就出社会 那时候跟着妈妈一起摆摊 那这一门就是技术是妈妈传授给我的 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跟着她一起学习做糖葫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摆摊还没有自己成立公司 对公司的话是近几年才开始成立的 那因为我在这行业已经蛮久了 将近快20年 真的这么久 所以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跟着妈妈做 然后她就愿意就是放手让我 就是来独自来创 来经营这一摊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已经有全名叫贾腾了吗 那个时候是比较普遍的名字 什么古早味幸福糖葫芦 是是是是 是这几年才有贾腾这个品牌 对这几年因为怕因为客人会找不到我们 然后也会买错间 所以他们就会跟我反映说 不要叫古早味就太难 太难了很容易都是古早味 就是关于找一个名字 所以近几年我才把它取名为贾腾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要取名叫贾腾啊 贾腾的意思就是它是吃糖的意思 对那因为我的客人他每次在吃我的糖葫芦的时候 都是很幸福的状态 吃完咬一口的时候小朋友都会很开心 就是对着我笑一下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是好那子玲坦白说 其实创业都不容易都遇到一些困难挫折 那你说你做糖葫芦这么久啊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跟挫折 最困难就是疫情的那两年 对疫情 对你们印象很大 对非常的大 因为所有的因为我们有做活动婚礼 市集所有的跟人相关的都是停止的状态 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两年几乎是停摆的状态 等于是整个就停摆 没办法没办法前进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怎么度过那两年 嗯可以就是去 应该说其中有其中的时间的话 因为我们必须要要有收入嘛 那就是跟其他朋友 哪边有需要帮忙的话 我们就是去协助这样子 去协助一些比较跟人没有关系的工作 对对那后面疫情比较趋缓了 那因为收入真的是还是需要补回来嘛 那就是那一年的话就是 周一到周五有上班 那六日的话 再去摆摊卖糖葫芦这样 是是是 好那子玲 那你这样子做糖葫芦啊 这样创业一路走来 有没有发生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我的客人 他们都是从很小的时候 可能学生时代啊 然后就开始来吃我的糖葫芦 那一直到他们结婚了 就是传讯性跟跟我说 哎伯娘我要结婚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抽空 就是把时间拨给我们 让我们来我们的婚礼现场 然后做给我们的宾可吃 是对对我来说就是 是很很深刻的记忆 记忆 嗯 哇他得从小吃到结婚 对对 所以我的客人的年足度都还蛮高的 大家都是吃 是 至少吃五年以上 我们不要说十年 这五年以上的很多 所以你的老客人都是这样子 吃过一次 然后就是变成你的老客人 对对对 就回头客了 对我们的回客还蛮重 蛮多客人都是当天吃完 就会买第二次的 对我们我们其实主要是做回客的生意 回客生意 哦好 那子玲 那你们到处这个贾腾幸福堂儒 他的理念 他的经营里面 他是说你希望带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 嗯 我就是希望他是可以很天然的 然后让小朋友在吃 因为我的客人是小朋友剧多嘛 那希望小朋友在吃的过程 可以是很放心的 妈妈是可以很放心的 那所以我们的糖衣的部分 可能是用比较薄糖的状态 哦真的 为什么要比较薄糖 因为我在摆摊的时候 看到很多小朋友 很开心的想要吃糖糊 就咬下一口 整个嘴巴都是被糖割破 哦 糖开后的话会容易割到 对对对 那我看来我也很心疼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 不行 我自己一定要去突破这个部分 所以在制作过程 我一直在简化 就是让它是糖衣比较薄脆的口感 哦对对对 那糖衣比较薄脆 会不会糖不够 然后吃起来会酸 不至于会酸 其实是吃起来的话会有点酸酸甜甜的 对就有点像半糖 反正甜甜大家比较喜欢 对因为现在满多客人就想要半糖的状态 哦是 所以希望糖不要那么厚 不要那么重 不要那么腻 嗯 那因为子玲就像你讲的 其实糖呼噜啊 夜市逛一圈可能两三摊 嗯对 真的很多 那你觉得你们家的糖呼噜 跟外面一般的糖呼噜 你觉得最大不一样特色在哪里 嗯 第一我们的话 我们有把色素的部分抽起来嘛 对因为我们早期的色素 对我们早期的话在制作还是有色素的 对啊 因为我印象中糖呼噜都红红的 都红红的 是而且很红 我们刚开始在接的时候 其实是有色素的状态 那因为我的客群呢 是小朋友比较多 那有跟妈妈讨论说 是不是能够 嗯 把色素抽起来 然后 希望小朋友可以吃得健康 对那这个对我来说 这是第一次的转型嘛 哦是 那你们第一次转型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就是大家可能对糖呼噜 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 真的为什么 因为太赤裸了 哈哈 看不出来是糖呼噜 看不出来就是 诶这是糖呼噜 尤其是那个鸟梨的状态 哦 因为早期大家都以为鸟梨是红色的 对对对对 那所以抽掉之后 每个人都说 诶請问有卖鸟梨吗 嗯 或者是把番茄认成鸟梨 可能他要买鸟梨 他真的假的 对然后买成番茄 这么夸张 是 咬了一口就说 诶这怎么会是番茄 然后他买错 导致他买错 对就是买错啊 或者是对他们认错 好像不新鲜 或者是草莓不红 就不好吃 哦 就是会有遇到早期 第一次转型 就会遇到这个状况 嗯 然后后面的话 诶开始慢慢大家可以接受 哦原来 这个是他的原设 或者原来 对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是 哦 那你们第二次转型呢 我们第二次转型的话 是因为遇到天气的关系 哦 就因为我们就是要靠天吃饭嘛 嗯 那我们就是 就像我们夏天是半季 哦是 对因为夏天比较 没办法吃太黏太甜的东西 对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暑假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比较淡的部分 那我们转型的话 就是有把它转型成婚礼的小物 哦 所以你们可以跟婚礼配合 对 那也有转型成 嗯 这个手作课程 哦是哦 什么样的手作课程 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小朋友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然后可以串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嗯 对那手作课程的话 水果的话就会比较多元化 例如说可以放火龙果啊 奇异果 哦 苹果一些 平常夜市看不到的水果 我们都会把它放上去 然后让你们自己串 哦自己串 然后串完之后 让小朋友自己裹上糖衣 哦是 那我们就是会有自己的教室 那或者是 如果说客人他想要体验 那他们就会跟社区的住户一起讨论 然后就会 刚好有一个 有蛮多住户如果要一起参加 我们就会进入那个社区去做这样的教学 跟体验 所以如果说社区愿意提供教室 因为我知道有些社区有一些会议室 然后是公共空间 他可以提供出来 然后他们可以在那边上课 对就可以直接在现场制作 制作完就可以直接拿回家 也是很方便的 哦 所以你们第二次转型就是跟婚礼啊 然后一些手作的课程 对 那会跟企业合作吗 企业我们也蛮多的 蛮多企业都会要求我们到他们的家庭日 然后或者是企业都会办一些 员游会 员游会啊 员游会啊 员游也是 有些什么 复古趴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员游 亲子日 家庭日的话就比较多小朋友 希望说小朋友可以吃到糖葫芦 对 他们就许愿说 希望可以找糖葫芦的厂商 那我其实蛮常跟企业有做这一部分的 结合 对对对 所以你们第二次转型 就大部分会以接活动为主了 对 就是以活动形态 因为毕竟市集的话 有天气的问题 可是那你们就没有在市集了吗 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就是要好的天气 我们才会出坛这样子 那你们会在哪里出现 如果一般六支 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以台中为主 那六支的话都会 比较常常是在南屯的文心秀泰 对 那有的时候也会到北屯 可能明书公园 明书公园 对 如果市集主办 刚好有办在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这两个地方会比较常出现 比较常出现 对或者是可以到我们粉专 粉专都会公布 哪里有市集你们会去 对 可能一个月的六日 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月前都会排定 所以你们都可以到粉专上面的 指定的日期来到我们吃糖乌乳 这样子 那子玲那你们贾腾幸福糖乌乳 未来有没有一个比较短中长期的规划 短期的话就是希望是 可以跟更多的企业可以有这样子的合作 那因为我们可以到现场制作 所以这些东西 东西的部分是很很新鲜的也很好玩的 是 对那也希望在所做的课程上面 可以有更多人知道说 哦原来糖乌乳也可以做体验这一块 所以希望这两个部分可以 再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资讯这样 是 那中期的话就是 我是内心非常的希望可以进驻到 我们中部很有名的就是省记新春 哦 注点在那边 对希望可以有注点的 的机会 是是是 照办会比较常看到你们 应该是说 他已经 省记新春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 就是 来台中 省记一定要去 是是是是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 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 更多人认识到我们 哦 知道你们甲藤蟹火桃乳 对对对对 是 那长期的部分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会把我们的那个技术面这一块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煮糖的话 会用火力 嗯 那如果说真的要进入省记的话 就会转成电力嘛 哦 电力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量产 希望说 就考虑到可以量产 对 品质的话可以 让糖湖可以有量产的机会 有个 嗯 那个叫半自动化的 生产线 是是是 对那最大的 那心愿就是希望能够跟台湾的餐饮龙头就是春水糖 哦 也会跟他们结合这样子 对希望可以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个甜点的部分 哦 是是是 好 那子玲娜 其实台湾很多年轻人跟你一样啊 也都有热忱啊 嗯 想要创业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想创业的话 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创业嗯 真的是很好玩 但也很辛苦 是 那我是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在这行业将近快20年的时间 嗯 挫折一定很多 而且是 每天会遇到不一样的客人 然后天气的变化 然后种种的 是 疫情也是一个考验 那我觉得说 把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品质顾好 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然后不要去 就是不要去欺骗客人啊 嗯 把自己东西都用好 然后 是 坚持自己所做的事情 这坚持真的太重要了 是是是 不然放弃很容易 对 放弃真的很容易 放弃是最简单的 放弃是最简单的 对 那我也是谢谢我的客人 可以一路陪着我走到现在啊 是 对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坚持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是是是 所有的创业者都一样 不管是什么行业 啊 如果说你没有很大的热忱啊 你就坚持不下去 没错 然后你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对 心理素质这一块也是很重要 对 因为真的当老板每天都是碰到问题跟挫折 张开眼睛就是问题的 是 对 对那当然啊 就像子玲讲的你要坚持啊 因为既然你都选择这一条路 你觉得这是你的 你要的 那你就是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对 对 才会看到最终那个美丽的过失 对 是 对我来说是 就是这个 这个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好 今天很高兴要请到 贾腾幸福谈呼噜的创办人 游子玲来介绍我们的专访 谢谢子玲的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